I heard that you've been just searching for someone When you need me right now It's now or never babe I just wanted you to see It's natural desire Cause you need me right now 大家看一下現在幾點 早上7點 Shower已經連下了半個禮拜的雨 你們知道我已經來Shower已經快半年了 然後我就真的突然想要去別的城市玩 因為我真的是一直在在Shower 我會直接快閃南韓的隨便一個城市去玩 然後我就想到釜山 因為既周島跟釜山我都想去 但記錄得太遠了 然後我想說不然我先去釜山好了 我剛剛就要研究釜山的地圖 然後發現欸 我今天好像真的可以出發欸 就早上7點 現在立刻訂飯店 就是一個極度批人說走就走 現在飯店呢快速的訂完了 然後我要來訂去釜山的高鐵票 簡單的帶了第二天的衣服 還有睡衣 然後跟相機包 還有我的行動店員化妝包 給化妝包進行李了 護照、錢包 就準備出門了 喔 我這個車廂怎麼都沒人了 喔好漂亮喔 貝子喔 你們看我的位置現在這樣子 我覺得這上面感覺真的可以躲人欸 就那個時速列車那一幕 我們現在下午1點半會到 好那等下見啦 這湯好像是螃蟹的 跟鮑魚肉很有名 來吃吃看螃蟹吧 給大家看這個很有名的釜飯 然後我點的是雪蟹的釜飯 這看起來超級好吃 它真的是一顆螃蟹 然後它的小菜呢是這樣子 小菜看起來也很好吃欸 然後竟然還有附沙拉 我覺得這個價錢來說超級超級不貴的 現在剛到海雲台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天氣超級好 而且我住的飯店就是現在 面前最高的這一棟 好期待喔 我隨便亂訂的不知道 會不會是好飯店呢 大家來看一下我今天早上來訂的房間 會是怎麼樣 哇 哇 欸!很得錯欸 嗨 哇!天啊!海!天啊!好漂亮喔 天氣超級無敵爆紅我的天 往下看就直接是海了 飯店現在這樣走過去海灘也 才好像不到500公尺吧 就很近 哇!好喜歡釜山喔!漂亮喔 嗨!好緊張喔 自己睡了一個半小時我的天啊 太累了 我要稍微休息一下化了妝給大家看 現在又晚上在7點半左右 這個日落是不是超漂亮的 點了一個海鮮部隊鍋 然後它裡面有貝類跟扇貝 然後我上面放了一個起司片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很喜歡喝的一個沖河 大家早安 哇 一早看到這個場景真的覺得心情好好 今天想要就是一樣隨性的走走 先來化個妝 夏天的是最需要防曬的季節 這次呢很高興可以跟Berry研製合作 要來分享他們家的防曬產品 這關我從昨天插到現在的防曬呢 也是我很喜歡的M&T產品 它給大家看它是這個高防曬係數加水感的質地 然後呢因為它是那種按壓式的正控品 所以讓你的防曬用量很好控制 你們看我現在呢 隨便推就超級水 這罐很適合臉部防曬的產品呢 是因為擦完後續底妝也是會打到一個很透亮的服貼的感覺 然後防曬係數又很高 最高防曬係數的SPF50加 你們看我現在擦完臉 這半邊整個人超亮 而且不是那種黏黏的感覺 它可以延緩UVB去曬傷皮膚的時間 即使是長時間在戶外運動啊 你有沒有擔心說去曬黑或曬傷 你們進去看一下這個質地 有沒有 是不是真的很清爽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點 它的油脂呢 是天然油脂裡面 跟肌膚的輕和性最高的橄欖油 可以完全非常融合在我的肌膚裡 很多人不是怕防曬會有那種顆粒的產生嗎 你們看我現在進去看 我這樣推都不會去卡我兩側的毛孔 然後呢它同時含有玻尿酸的成分 所以可以保持水潤 你看我臉子上就水水 一些高防曬係數的防曬啊 它臉上會比較有黏黏的感覺 但這一關就不會 你看我現在擦完還沒上底妝的樣子 長的臉就是超級透亮 然後跟後續底妝也不會打架 今天天氣真的很好 就是好像是這個禮拜福山最好的一天的天氣 不知道大家旅行是喜歡自己個出去比較多 還是跟朋友 其實我超級喜歡自己一個人 自己一個人就是你要幹嘛就可以幹嘛 然後你也不用看朋友的臉色 我是不是連家人男友都 怎麼講 就是第一順位是喜歡自己去旅行 比如說昨天去海邊我就會很想要自己散步 可是你可能這時候跟朋友一起的話 他們可能已經累了 可是就不好意思丟下你一個人 然後我就會說 沒關係現在就一起去長 可是他們可能沒有想去 然後我心裡就有那個負擔 你們懂那個感覺嗎 我覺得自己一個人旅行真的 那個步調超級舒服的 火山真的是一個很適合自己出來玩的地方 順便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膠囊防曬摺傘 這是我在韓國稱讚都會帶的一個很小支的摺傘 因為我真的剛剛很想要買那種小小的雨傘 但很多都那種虎架很爛 你們知道嗎 就一吹風都會掉 這個是我目前真的用到最好用的小遮傘 它的話這裡面有那個不透光的黑膠布 所以它是可以真的有效隔離紫外線那種傘 我就覺得台灣很多品牌都做得很用心 用起來那個份量跟質感就是跟你一般那種小遮傘 完全不一樣 整塊的黑膠布 所以它防曬效果很好 可以完全遮住我整個人的那個防曬效果 那今天介紹的北微研製這兩個產品呢 都是非常值得購入的防曬品項 今天起源到6月20號早上11點 女最舒緩的血感防曬乳單瓶9折 會員渡測可以再遮100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擊我的資訊欄去看看喔 來吃一個觀眾很推薦的生煙店 然後它的巧菜呢 就很豐盛耶 在韓國其實對一個人吃飯很不友善 大家都知道 它的招牌平盤要兩個人才能點 所以我就點了一個小的一個人吃 看到了很多大人吃 他們要吃到 Rück counsel 菜癡也要吃到一杯 它的餐料太咸 或是日本人吃了 超燒和2點的甜點 唔地下鵜茶餐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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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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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廣外裡好像比我想像中都很漂亮很多 這邊有椅子可以讓你坐 我就這樣子坐了快一個小時 好舒服 然後我剛還在那邊聽音樂 那我來稍微分享一下這次獨履釜山的心得好了 因為我覺得廣安裡其實算是一個一個人去最舒服的地方 我第一名是給廣安裡的寒雪浴場 它真的是很舒服 而且它有椅子 你真的是可以坐在那邊看廣安大橋 然後看整個海灘 我覺得一兩個小時都不是問題 我那個時候真的是戴著耳機 然後在沙灘上大放空 放空完就覺得我心情變得好好 然後整個人很放鬆 結果你看那個海水 真的就是會覺得 你整個人心靈很放鬆 然後心情會變得很好 就真的是有充電的感覺 因為真的太漂亮了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很喜歡看海的人 釜山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除此之外 我覺得地府廣場也很值得去 就是它在那邊的湯餅真的超級超級好吃 它有很多很棒的小吃 那海雲台的話我覺得可以去釜山sky 那邊有世界上最高的星巴克 然後我在那邊真的也拍了很多 很漂亮的風景 我覺得釜山是一個 目前我在韓國來說 我覺得我去過最棒的地方真的是釜山 如果你可以來收一個禮拜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排個兩三天釜山 然後就直接到KTX去釜山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單純來隔三四天的話 就可以單純選釜山 如果你是單純要放鬆充電的話 釜山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推薦釜釜給大家 那我今天去的地方呢 都會放在資訊欄給大家看 就是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 臨時去的獨立 如果你們有想看其他韓國的旅行的話呢 我也都蠻想去的 有推薦我可以去哪裡多旅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又在手我的家睡覺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到我的FB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到我的FB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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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